那今天這集除了分享我的精品包呢 還有精品包斷舍離 因為最近我拜讀這本書 同樣商品打上logo它可以賣了好幾倍 都是托特包 而且我背到後面 錢包、衛生紙 購物的慾望很多 但是經濟實力配不上 有時候光線會不足 彩妝品收納 之前就有預告 我想要來拍我們家的精品包收納 還有化妝品、彩妝品的收納 因為我覺得我收納其實蠻薄弱的 我只是依照它的大小 背法 這樣子分類而已 很多人會說精品包這樣子不會受潮 因為台灣氣球比較潮濕 然後精品包大部分都是真皮的 那真皮的話就是怕發霉 反而是合成皮的東西比較好顧 有些人專門會買乾燥箱 那個東西到底叫什麼 它就是拿來放相機的那種箱子 也可以拿來放真皮包 不過我沒有買 因為我們家這方位是屬於比較邊間 然後沒有這麼潮濕 雖然廁所很近 但是我覺得沒有太大的影響 那今天這集除了分享我的精品包呢 還有精品包斷舍離 為什麼我會突然間想斷舍離精品包呢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看到我前幾集有分享 就是大概六月的時候 我去東京買了一個鉤牙 其實說來好笑 在買鉤牙之前 我有兩個包在抉擇 兩個品牌而且是差距很大的 這是龍腔的水餃包 另外一個就是鉤牙 因為我的訴求呢 就是想要買一個輕的 然後容量大一點的托特包 然後可以上肩背 它背帶最好是很長 讓我一背就可以背上去 然後即使是冬天穿外套 也不會覺得卡卡的 要輕也好照顧 後來為什麼選鉤牙 後來我現在自己想一想 就覺得說 欸對啊 我現在的基本訴求就是 我想要大好妝 然後出門我不用去顧它 它防水好妝又輕巧 我對於這個包的目的就是這樣 它是在裝東西要實用 兩個的價格差這麼多 我到底是買了什麼呢 因為最近我拜託這本書 雖然我還沒有讀完 我是讀在這裡 但是裡面有一篇 讓我思考很多 那等一下也可以順便跟大家聊一下 我看到這個單元 我非常的有感觸 比如說同樣一件T恤 印了LOGO 為什麼它的價格會翻背這麼多 它的本質就是一件白T恤而已 為什麼印上LOGO 它的價格可以翻背呢 那同樣包包也是 也許小眾品牌它的用料也很好 但是它就是沒有LOGO 前面的話可能比較多 如果大家想要直接進入主題的話 也可以直接把時間軸拉在這裡 就是前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那我覺得品牌議價呢 是它的能力 為什麼同樣東西它可以賣那麼貴 大家就是吃品牌嘛 那我覺得消費者 我當消費者的時候 我也會願意為品牌買單 後來我仔細想想這張中段是為了什麼呢 同樣的商品打上LOGO 它可以賣了好幾倍 那買的其實不是商品本身 而是它商品LOGO的附加價值 但是如果那個附加價值 對你來講很薄弱的時候 像我們背名牌包 第一個無非就是彰顯品味 有些人是要證明財富 或是純粹覺得時尚這些的 那如果這些東西對你來講很薄弱 像我來講 今天我的能力其實可以買好幾個精品包 我可以想買就買 但是我並不是為了要炫富 或是為了要證明說 我有能力 這些對我來講都沒有的話 那我買這個包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舉例來講我今年買了這些都是沒有LOGO 就是全皮素的包包 那對精品比較不熟悉的人 根本不知道它的價值 但是我買的不是這些 我就純粹喜歡它的皮質 或者它的設計而已 那有一天我經過了那個巨城 好像是二樓三樓吧 反正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真皮的小包包 它設計也很好看 它皮質看起來 我沒有去摸摸 因為我沒有要買我就不會靠貴 然後但是我覺得它的設計 是我喜歡的 而且還是全皮的 那價格大概三四千塊就有了 那時候我就在想 同樣都是這樣子全皮的包包 那為什麼我會願意一個花八萬 一個花六萬去買它呢 但是我知道原因 因為那時候我會覺得說 我工作好辛苦 我想犒賞自己 我覺得最主要是犒賞自己 那犒賞完之後呢 你自己真的有覺得犒賞到嗎 我覺得也還好 那我為什麼還要買精品包 我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買精品包 我去思考 我今天買這些東西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不是要炫富 因為我不需要 我買這些包 我也沒有給大家看logo 我就是只是喜歡它的設計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不見得一定要買精品啊 對不對 小眾品牌也有很多很好用的真皮包包 價格也很可愛 我後來看這本書 有這個想法之後呢 剛好過了幾天 愛麗莎莎就發了另外一支影片 她賣出她閒置的精品包 拿去做公益 我就覺得這太有意義了 我一定要來響應一下 所以我就決定說 今天除了拍精品包收納之外呢 比較閒置或是功能相同的包包 把它整理出來 然後我會把它貼在臉書賣二手 再捐給公益團體 我覺得做這件事情會很有意義 因為它放我櫃子裡面 我也很少背 那不如把它捐出來 OK那開始進入今天的主題 首先你們想要了解我的精品包收納 其實我的包包就是這樣 比較簡單粗包 因為這樣我要拿什麼包就直接拿 最近在用的是SELINE這個 還是他們上一個設計師的 就是非常簡約 它只有一個小小的LOGO在這裡 這樣子的一個包包 包包的收納這樣子 感覺上有點薄弱 因為其實我也沒有在做什麼收納 我要拿的時候就這樣 會找到我想要的包包 這層板是系統貴 所以它的高度是可以調整的 那我上面這邊就是放這種大型 然後比較高比較大的包包 那最上面這個呢 這是我老公送我週年禮物 但是我真的很少背 這個不能賣 因為畢竟是人家送的 對然後上面還有一個帽子 因為那帽子怕壓 然後我放在衣櫃裡面 比較不方便的時候 我就把它找一個空間放 那今天這三個都是托特包 那類似功能的東西 我今天只會想留一個這個 因為它是有拉鍊 背帶不夠長 它整個實用度來講 它比較符合我當初設定買這種類型包包的設定 這兩個我就會出清 到時候我還要再整理盒子那些的 因為那門夫它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拉鍊 但是這種包型就是要這樣才好看 媽媽們就會越來越追求實用這件事情 這個其實我拿去二手店谷果家 但是二手店老闆娘說 其實會來買二手的客群 他們希望就是經典 反正就是這種淺色系的 他們價格會比較不好 建議我自己自己留著杯 今天已經有勾芽了 這個我就想要出清二手 另外這個托特包也是沒有拉鍊 為什麼買這個呢 因為我想要冬天有一個背帶長一點的 因為我們冬天穿羽絨外套 或是穿比較厚的外套 這種背帶如果太懂會很難上肩背嗎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要一個這個背帶夠長的 你看這個很長 雖然我很好拿東西 但是它動好大 而且我背到後面可能有點危險 就是東西比較容易掉出來 這個顏色很難買 它就是那時候很流行這種熊貓配色的 這是我在代購 精品代購買的 然後也會有構陣 二手精品的構陣都是用銀印的 一開始我有點疑慮 為什麼是用銀印的 目前在精品業 我同事也很喜歡出國買 他家人有時候也會找精品代購 因為精品代購 他們可以拿到比較好的包 然後我就問我朋友 他說其實這好像就是這樣子 就是代購真的就是拿銀印的 這件事情如果有人知道的話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是你是代購業者 是不是真的就是拿銀印的 這個是海灘包 喔 現在看來還是覺得好喜歡 真的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小小的 小化妝包 這個可以拆掉 這個拆掉單獨使用 我一樣在裡面配了一個這種拉鍊防腐包 到時候也可以一起賣給二手 那有個問題就是 畢竟是防腐的 如果你今天穿 比較容易染色的牛仔褲 牛仔外套 這個會這個地方容易染色 因為剛剛就是摩擦到我們這個位置 我是已經清掉了 那之前有染色過 就可以當勾著 但是它重量畢竟就沒有 勾牙那種塑膠包包 怎麼講 反正就是那種包包還要輕 然後但是它拿起來就很好看 買的是中號 大號的是沒有這個巴柄 應該是吧 大號的好像沒有這個手把 那中的有手把跟這個長背帶 好接下來中間這一層呢 就是屬於尺寸比較中 然後稍微有點容量的肩背包 最下面這層就是容量真的很小 這也是之前開箱過很多人喜歡的 Roebe的福袋 那這個原本我是打算自己留下來 因為其實也算是近期買的 而且它真的很好看也很好搭配 我PO出想要賣二手包 好多人敲碗這兩個喔 我就想說今天這種素素的又有點容量的包包 我到底要怎麼樣去取捨它呢 我就從這兩個選 我決定要留這一個 然後這個我會出清 啊這個賣多少錢啊 這個我要賣多少 那時候買好貴喔 其實你們看我的包 好像沒有很多 又好像很多 因為我有賣 我會賣二手 然後我很少說賣給粉絲 是因為我覺得二手這種東西單價又高 萬一有什麼糾紛的話 我會很麻煩 然後對方也會覺得怎麼這樣子 如果金額比較高的 我就給人家賺一點 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但是我今天的目的是要做公益 包包可以賣給需要的人 又可以做公益 然後一方面就是 我也可以減輕包包的負擔 不會讓我覺得說 我買這麼貴的包包 它放在我櫃子裡面 我很少用它 這集上的時候 我包包應該已經出清的差不多 因為我是要在臉書貼出圖文 因為畢竟還是要把一些細節 購證或是包包這些 比如說代購或是在專櫃買這些細節 還是要講清楚 然後讓大家在照片底下就可以直接留言 因為IG是不能留言的 臉書才可以留言 這顆是在專櫃買的 它是中號 我當初買這個是因為它的容量會比較大一點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流浪包你們記得嗎 那個我已經賣二手掉了 因為那時候我就覺得那個太大 再來就是它容量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多 就賣了好幾個月才賣掉 用記賣的 我算是還蠻能裝的 小的只能放一個手機鑰匙錢包 真的就滿了喔 那中的是稍微比較能裝的 所以我那時候出國也有背這一顆 裡面可以放比較多 包括我的相機護照 錢包、衛生紙、粉餅 女生會帶出門的小屋 這顆都裝得下 這個我會是滯留 因為這個是老公送的 我覺得也蠻好背的 這個當初有黑色、咖啡色跟粉紅色 那我就覺得 其實粉紅色跟咖啡色 這個顏色比較暗 所以我想說搭一個比較亮一點的 它可以裝滿多的 對 你不要看它上面這樣扁扁 這種容量滿好裝 很好把東西拿出來 也很好放下去 所以這個我很常背 它還有一個鞋背帶 這鞋背帶可以自己挑 好讚 我下來好了 好 接下來就是這邊是小包包 這容量真的很小 那這顆是代購買的 這個是專櫃買的 那這兩個我都會保留下來 這個是我第一顆小香 我還蠻喜歡的 雖然它是羊皮 後面也磨損得比較嚴重 然後四個腳也有磨損 這個我很喜歡 現在也很貴 所以這個我 這個我不會賣 很多人第一個小香都是選WOC 因為它很實用 它就是一個 算是一個很大的長甲 那裡面還可以放手機鑰匙 然後其他的 比如說卡片 零錢 證件 就可以放在這裡 它的收納還蠻多 這邊可以放零錢 一些票據啊 什麼可以放這裡 這邊可以放卡片 這時候通常都會放證件 然後因為它有一個拉鍊 又很深 這個很深可以直接通到底這裡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小口袋 可以放悠悠卡 就是你經常要拿的 然後那種背帶很長很長 所以我有去買這種調節扣 其實在蝦皮 搜尋調節扣都找得到 就用短一點 亞洲人背比較剛好 這款也是羊皮 那主要也是後面磨損得比較嚴重 這是金球系列 但是這金球也很重耶 這顆我會自己留 因為它淺色系 我覺得小小的還蠻好搭的 這個很可愛齁 它是之前很流行這樣子 可以放手機 然後淺色系的 你們要看一下小小的 這買起來跟大的 Toyota包是一樣定價 我那時候問Sherst 說這這麼大 跟這那麼小 為什麼要定價好像差不多 他說這個做工比較困難 背帶是可以拆卸的 然後我就用個拎著 去接小孩買菜的時候 這個很容易 但是它就一樣是沒有拉鈴 輕便東西丟 往這邊一丟 就可以直接出門了 這個我要把盒子找出來 整理一下賣二手 我現在日常在背的這一個呢 其實甩床還是可以滯留 因為它真的好低調喔 然後背起來也很好背 因為它這個是寬版的 因為這個我想要這樣子肩背 然後它位置剛好在 握這個腰間的地方 這個打結拆掉的話就可以鞋背 我知道淘寶也有定制的短背帶 可能顏色做的有點像 我沒有買過我不曉得 打一個結就可以解決它的長度問題了 那這個包一樣是沒有拉鍊 但是背起來的時候 它的口是縮小小的 它鞋背的話比較服貼身體 其實出口也可以背 因為它算是真皮的但是沒有很重 其實好像沒有這一款 因為我去買的時候 它說是最後一個 我想要那個規格想說 怎麼還會有人精品的東西 還特別來找 舊的 我就想要這種極簡的風格 但又回到我剛剛講的 其實我今天買的不是LOGO 而是包包本身 會買精品最主要目的就是 沾顯品味 然後凸顯自己的財富 真的欣賞這個設計 欣賞這個設計也有 但是取代的東西真的很多 前面兩個對我來講又很薄 幾乎是沒有 因為買這個應該也不是想要炫富什麼的吧 開始在思考這個 並不是說我以後不會再買精品 如果今天看到真的很喜歡符合我的條件 所以我就開始在思考 我買這些包包對我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真的有很開心嗎 那開心可以持續多久 並不是說我以後不會再買 只是說我未來可能不會每一個都是精品包 我也可以去關注一些設計好一點的小眾包包 也許它材質也很好 也符合我的需求 因為我今天可能就會買 因為每個階段每個想法都不一樣 我可以跟你們分享我想法的過程 那我以前就是很愛買包包 我自己在精品包包夜待了4年 以前每天看這些包包摸這些精品 然後最新的系列都可以第一手看到摸到 其實那時候價值觀會有點扭趣 就覺得說我非這些東西不可 然後那時候一個月賺5、6萬 其實對一個20多歲的女生來講 已經算蠻多的 我每個月都是月光族 品牌包在換季比如說7月或是12月換季打折的時候 然後我們一定會開始再貼一標籤 就是會有哪些名單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開始會keep 比如說今天這個包會打6折我知道 我就先把它留下來 但是不能馬上帶走 因為你知道免稅店是沒有出國是不能買的 就是要請有出國的同事幫忙帶 很多錢就是這樣花掉的 所以那時候我的薪水算是蠻高的 但是我每個月都沒有存到錢 購物的慾望很多 但是經濟實力配不上 這時候就會想要去買一些平替 更多的類似的包包來滿足自己的 算是虛榮心也好 或者是購物欲也好 然後我就買了很多 除了公司的打折精品我會買 我也會去買百貨公司網拍 反正這種任何 我那一想要 只要我想要我就會買 我之前在舊家的時候也拍過 包包收納 那時候包包數量是很多 大概十幾個 應該十幾二十個吧 你們如果早期再追蹤了 應該有記得我拍過一集 那集也有很多精品我也都出掉 那有一些沒有品牌的 我就只能送人或是捐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如果今天是精品包 我賣人還可以賣二手 我背了十年 放到包包裡面十年 我還可以賣個兩三千塊 對我來講好像不無小補 然後開始就覺得說 那今天我的包我都要買精品 因為我如果悲膩了 因為我對包包來講很容易膩 就像女生衣服鞋子一樣 很容易膩 你不要以為你會喜歡它很久 所以我才會說我的包包來來去去的 因為我會賣掉 然後想要再買新的 說那我今天買精品 我今天悲膩了 我就賣人就好了 我就有這個想法 都為了轉賣 那精品包除了LV 香奈兒 然後愛瑪士 這種價格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這種都是對半砍 砍到一個不行那一種 即使可以賣二手 你去問價格 那個價格你會覺得說 天啊 那這些錢我可以買多少 小眾好看設計的包呢 對不對 這些精品的附加價值 對我而言很薄弱的時候 我就不一定要選擇精品包了 今天這集不知道影片多長 好化妝品收納 這個還沒講 這個是放一些小物 比如說小小化妝包 這個小小化妝包 或是 這個 這個拿給大家放回去 這個 這個是 這個都可以 沒事 我在睡睡面 不要理我 裡面是放一些小靈田包之類的 小靈田包我也賣過幾個 但是小靈田包 我是在臉書社團賣 這金額比較小 而且寄包裝也比較方便 就是找一個盒子 那就可以寄了 就是這些東西 我調這個高度 因為我平常是放一個補光燈在這 因為我剛剛放這邊太亮 所以我把它移下來 化妝的時候 這邊會放一個露營的補光燈 因為我這個 裝潢的時候 有一個失誤 就是檯面上沒有裝 插住 所以不能擺檯燈 有時候光線會不足 我就把露營的燈放在這裡 下面這一層都是保養品 或是 髮妝噴霧之類的 其實我東西真的沒有很多 那這邊也沒有做抽屜 是算開放式的 這樣子抽出來 像抽屜一樣 抽出來我要找 很方便 保養品也會換換去 然後有時候也拿到一些公關品 我就盡量把它消耗完 對於保養品這件事情 我最近也是蠻多想法的 像我有很貴的 也有很便宜的 比如說我有肌膚制要化妝水 但是我也有 無印良品的 像這都是無印良品的 或是開架式的東西 說真的 蛋斑那些的 真的只能打雷射 你沒辦法真的靠保養品去幫你斑點除掉 抗皺這些的 然後保養品它主要就是 改善你的肌底 保濕 或是去除蠟黃 這些的 這些我相信是有用 因為它就是讓你皮膚這樣透透的 然後嫩嫩的 比較重點的 比如說斑點那些 真的只能靠醫美 裝櫃的我會用 然後開架的 我有興趣的也會買 試試看 所以沒有很限制自己要用哪一種 這瓶就很方便 我最近新買的 Nighting again也超級好用 它是 一個YouTuber品牌 我買它的身體油 因為我洗澡習慣洗很燙的水 所以我出來本來就有習慣擦乳液或是擦油 油類的東西呢 我之前也有買過 嬌生嬰兒油 身體還帶著水的時候擦 但是那延展性有差 後來我看他們家我就蠻喜歡的 我現在還是很喜歡 因為它是精油的 然後這個是趣味的 就是可以噴液下的 也是他們家的 最近買到這兩瓶 我超級喜歡 好 這是日本藥妝買的 噴液下止汗的 這是電型液 我那時候買就特別買這個 全白的包裝 那也快沒了 其實開架的我也會用 像這個是無印良品的 這是去角質的 不能每天用 一個禮拜用一次 滿久才用了這些 這是噴臉的 補水 卸妝油要分眼睛的 跟全臉的 眼睛要買這種 眼唇的 眼睛才不會霧霧的 對 而且卸得比較乾淨 跟很多女生比起來 其實沒有很多吧 無印良品算開架吧 他們的乳霜 買買看 用用看這樣 就包裝很極簡 我就很喜歡這種 很簡約的東西 這瓶我很喜歡 它是三合一 化妝水精華一 加蘿伊 但是它的包裝好橘喔 就包到這邊 有點突兀有沒有 你看我包裝是都選擇 這種淡淡 淡淡的 但是這個就很橘的 在這裡這樣 然後這個是頭髮的 這個我有很多東西想斷舍離 順便來一個斷舍離好了 反正包包都一起斷舍離了 髮圈 髮夾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買了這個髮捲 之前在保伊亞買的這個髮捲 自己以為自己會上 後來根本就不會用它 自己幫自己創造需求 我一次也沒用到 但是就很佔空間 因為我如果今天想在頭髮夾一個彎的話 我可以用我的止髮器 那個立刻就有效果 不用拿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我想斷設立 這兩個其實也可以留也可以不留 因為我帶髮枯是耳朵這麼會痛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 不管是哪一個我都會有異物感 覺得很不舒服 其實是還有空間放 只是我很少用很少用 但是我覺得這個可以 先保留一下 然後這邊都是髮圈類的 化妝會保養的時候 我會用夾子夾瀏海 這個很好用 你們可以去找一下 這是在保雅買的 化妝保養的時候 我會這樣夾起來 因為它不會有一個彎度 像這種夾子它會滑 而且又重 這也是又滑又重 最主要它不會有一個夾痕 這種小夾子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化妝保養的時候可以用的 因為買這些想說洗臉什麼的 可以把頭髮枯上去 收了比較乾淨 那時候後來我都用這種 因為這個你枯上去之後 它這邊就會有一個 我額頭很高 然後就會有一個這樣有沒有 頭髮會彎彎的 到時候要整理會有一個角度在 這兩個也想斷舌離 無印良品這一個 它一樣是壓嘴 但是它做一個弧度 這個就不會滑 因為它很輕 然後夾這邊 它那個弧度是比較自然一點 頭髮就比較不會變形這樣 然後這種小夾夾 看到都覺得好看 就很想買有沒有 這個我最喜歡的 在日本好像那個 Lalapro買的 因為看不出來什麼 它這邊有個勾勾 這可以這樣 你看 它掉過好幾次 就是掉在家裡好幾次 所以我很怕弄不見 這種鯊魚夾 就像我剛剛這樣子 在家裡就很隨性夾一個半頭 這些收納都是唯一良品的 這裡面有放梳子 然後還有護髮油 然後 防曬 這種都是頭髮相關的 你們有沒有發現我買的東西 盡量包裝都去挑一下 這樣看起來比較不會這麼雜亂 盡量買小瓶一點的 消耗比較快 因為我喜歡再回購 那如果用不喜歡 你忍耐用它的時間也不會那麼長 這是我的刷具 刷具我之前有斷捨離過 MAKE的 然後 不是MAKE 是Bobbi Brown 我忘記 那時候是週年期買整套的 然後後來發現 台灣的彩妝開架品牌的 有很多很好用 譬如說這隻手弄的 然後或是1028的 也都還蠻好用的 而且現在的都蠻會做 都做這種蠻漂亮的顏色 有些人會說用手就好 但是我覺得刷具還是可以 暈染的比較漂亮 這些都要定期洗 化妝的時候放到左上 因為這樣比較好找 接下來是彩妝品收納 首先這個大抽屜 它裡面本身沒有分層 所以我這裡面的小格子 這些其實都是收納盒的配件 你看它這就是 無意良品那個小抽屜有沒有 這之前讓我老公裝公仔的那一個 這透明的放到這邊好像 還蠻剛好的 讓我放一些這種長條的東西 這透明的不是無意良品的 也是閒置的收納盒 拿來這邊做分類收納的 它是壓克力又是透明的 我覺得這樣可以讓小東西 可以分門別類的收好 我東西應該不算很多吧 那但是也有一些 我覺得可以不用買這麼多的東西 比如說唇膏 這些唇膏大概都是2020 2021的時候買的 那你看到現在我根本就用不完 今年已經2024 快要2025了 雖然這個東西 不知道有沒有保存期限 因為嘴巴有口水嘛 也有變質的風險 所以我覺得口紅這種東西呢 真的可以不要買到這麼多 最近期最私心瘋的就是 跑去買了 找一下 那陣子我買了一堆彩妝品 那時候的購物真的是爆炸 然後我就每天都在看這些彩妝的東西 然後在研究 我都覺得說我買對了 這絕對適合我 買的時候也是蠻開心的啊 每天用它也很開心 過了幾個月之後呢 就是現在 我現在來看 欸我用了哪些呢 其實這些還很多 那這顏色呢 真的有那麼適合我嗎 我有在用嗎 就開始會去想這些東西 有時候購物欲來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說我都擋不住 然後都會私心崩買 如果我今天在推卡儀的東西 或是團購的東西 我也希望你們可以依照你的狀況 你的真的有沒有需要去買 像我以前是做面對面銷售 精品銷售 其實很多客人他們都會 即使要想它也不好意思 你看它好像很不好意思 終於擠出一來一句 我會再想想看 就很不好意思 但是我們團購 網路團購的好處就是 你今天如果沒興趣 你可以拉進度條 拉到你想想看的位置 那如果你真的不喜歡 關掉一秒鐘的事情 你一點負擔都沒有 對不對 而且如果你今天有興趣 你還可以聽到完整的介紹 一些可能櫃姐 或是一般銷售人員 不會跟你分享的東西 比如說你要放哪 你要怎麼清潔 然後遇到什麼狀況 這些都是團購組 可以帶給你的一些附加價值 今天考慮也沒關係啊 然後你一點負擔 壓力也沒有 你也不用去想說 不好意思 聽他介紹這麼久 要怎麼拒絕他 對不對 有時候也不要這麼 抗拒團購這件事 你真的不喜歡就拉到 你想要看的地方就好了 你真的一點壓力都沒有 今天有需要 有需求的時候 你再回來看這些東西 都是對一些幫助 而且你也不一定要跟我買啊 你今天跟別人買也OK啊 我都覺得沒關係 這邊這一盒都是眼影 那眼影也是這種粉狀的東西 真的是可以用超級久的 根本就用不完 像我這包買幾年了 最常用的反而是 好這一盒 這一盒這一盒 小凱老師出的 這每個顏色都很好用 沒有一個廢色 用到蠻多鐵皮的 用了雖然很多年 但是我覺得他很實用 這邊有在斷舍裡 就是這個空盒子 本來想說留著 我可能還會再去買 可是他真好美喔 你看他白色是不是超美 超美欸 我到底要留嗎 這個你看 都退色 這真的好幾年 淺算一下有沒有十年了 這盒子應該有十年喔 開架式的我也有 像這種設計都很好 像這種都有附腮紅 然後眼影的顏色 把你搭配好 旅行帶一盒出去是都很方便 眼影、腮紅都把你搭配好好的 然後重點體積還可以這麼小 品類之前也有做過 一起跟大家分享的 以前也是很喜歡買一些合進的東西 就是夜市啊 或者哪邊看到可愛就買啊 試完小孩之後會開始過敏 所以我現在選的都是材質比較好 不一定要專櫃 不一定要精品 有淘寶的我也買超多 像這個我最近在淘寶買的 是不是也很美? 春藝的 之前買過VA他們的 他們的是18K金 但是很細很細 我斷了好幾次 後來這種春藝的比較耐操 也很好看啊 價格只有人家 二十分之一吧 所以有時候我就會想說 到底什麼東西可以買有品牌的 我覺得3C用品啦 3C用品真的是要買有品牌的 家電類的 真的要買有品牌的 那很多東西其實不一定 這邊這一層呢 就是放比較長型的 比如說睫毛膏 然後 或是眼線筆 然後有一個東西很特別 這個 看起來是睫毛膏 當然不是 這是 書瀏海的定型液 去日本的時候 都看很多女生喜歡書那種 樹感 那個樹是那個約束的樹 樹感很重的瀏海 有點像髮膠 但是蠻好用 就是梳那種細部 細雜毛的地方 後來發現 好像買一個就好 根本沒用那麼快 這個太可愛了 這個包裝太可愛了 然後這個好像是 廣告說法好像很強 所以我那時候就買 宣布出來 我就買這兩個 就除了瀏海 上面大部分的頭髮可以用 那是夾大的 女生是不是都會用那種可愛的東西買單 再來說到開架跟妝櫃呢 妝前的防曬的東西 我有這兩條 然後這我還買了兩格 一條是在備用區 然後這個也是還沒用完 我平常如果在家裡沒化妝的話 我會用ZA這一條 價格差很多 都有防曬效果 那其實 憑良心講 我會覺得ZA的比較好用 這紫色這一條 它是有校正膚色的效果 我今天沒有化妝 沒有要出門 我就擦這個就好了 我不會覺得用它很浪費 因為它這就是我要化精緻妝的時候用的 因為它這個沉膜比較快 所以在化完的時候 它不會有黏膩感 我直接在鋪其它的下一個長品 它不用 比較不用等待時間 那它這個可能就是需要一點等待吸收時間 但是日常用它已經很足夠用了 對 畢竟價格差這麼多 它最主要功能就是防曬啊 幾個東西我覺得很需要斷舌理的 第一個是睫毛膏 因為你看這邊都已經破破爛爛的 然後也乾掉 最主要這個太暈了 它 雖然防水 但是它怎麼這麼暈呢 還有這一支 這支是乾掉了 這無印良品的 這乾掉了 太乾了 幾乎刷不出來 不然就是刷的話會結塊 這個是什麼 你看我自己都買到不忘記 後來比較常用 就這兩支 CAMMAC 跟這個是戀愛魔鏡嗎 對 像我覺得睫毛膏就不用買到專櫃 睫毛膏買開架就很好用 而且好多種可以選擇 像Mabel的也很多這種 顏色又多 然後 其實你擦起來 妝櫃跟開架 根本就沒有感覺的東西 我覺得睫毛膏真的開架買一買就好了 我很喜歡看美妝影片 我自己會被燒到 像例如這個是 臥蠶神器 像看不太出來 但是畫在臉上 可能會比較明顯 畫陰影的 這頭是亮 打亮的 這就比較明顯 但是這個很難推 而且我技術沒這麼好 畫起來就很明顯 然後很假 這我在蝦皮買的啦 也可以斷捨立的 我技術不好 畫起來很假 只會讓我想卸妝而已 然後另外這支 應該也是包被哪支影片燒到的 打亮的 這亮片都好大塊 然後 那包裝還真好看 就是這種白色的 甚至這種有點貴的啊 有品牌的啊 真的就有點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其實這些都是在蝦皮買的 就很便宜那種 你覺得又不好用 斷捨立不會覺得心疼 它好好的 然後其實用沒幾次 就有點尷尬 遮瑕東西我買了幾個 還有這一個 我是很困擾我的眼袋 主要是我不敢去醫美 做眼袋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變成 補救這個眼袋的東西 所以我都會一直在研究這些 可以填補淚溝啊 大格子的 分類的 也是無印良品的 因為我這個抽屜其實夠大 沒有這些小盒子 小格尖的話它會很散亂 而且我這個抽屜開來開去 其實它是會移動的 後面這邊還用一個東西卡住 所以它就不會移動 卡得剛剛好 這邊是放底妝類的 比如說氣墊 或者是蜜粉 這個蠻好用的 但是它好厚 它沒辦法帶出門 是紫色的 多少也是會有一點 校正膚色的效果 但是它很厚 應該也快沒了 快用完了 這是疫情的時候 那時候 因為我以前是免稅店嘛 所以那時候同事他們都要做業績 那時候買的 Cucci是很漂亮 然後這個顏色 粉撲是收在裡面的 我覺得分開蠻好的 這樣子 粉質撲撲 我最喜歡的氣墊是這兩個 那如果這兩個你選不出來 你就選粉氣墊 黑氣墊跟粉氣墊不一樣 黑氣墊是海綿 我用起來我比較喜歡粉氣墊 它這兩個都是推薦給乾肌 像冬天的時候 臉頰比較容易有屑屑起皮的話 或乾燥 這個都還蠻適合的 而且厚度也不一樣 粉氣墊稍微小一點 放包包很好帶 還有一個最推最推的 一大餅 然後我這個 我真的忘記 這個很薄 所以放在包包裡面 很好攜帶 需要畫好看的妝 我就會 這兩個搭配起來 這兩個搭配 我幾乎就不用再上粉底液了 如果再上粉底液 會整個很假面 幾乎這兩個 我覺得就超級好用的 像它有這種美妝粉撲 我覺得這個很好用 它可以放三支 這我會搭配粉底液 這樣拍 So long的 我那時候買好幾個 就是庫存 之前好像跟大家開箱過 它是無印良品的 蜜粉撲 有些人說它是 平替版的肌膚之藥 厚厚QQ的 這我會搭配這個用 因為這個比較好撲 好 講了很多 也順便做了一些斷舍禮 我覺得這過程呢 不是說浪費 是你可以更了解自己 然後去審視自己的消費 然後順便 也可以把自己的消費觀 做一個升級調整 今天拿掉LOGO 你還願意為大家的錢去買它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下集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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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們在一起 你會選擇 我們又要摸